好回到蓝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五 我们的青春作伴单元 那在今天的话 一开始听到那首歌 是来自于罗大悠的创作童年 所以很多人喜欢他们的歌 这首歌其实勾兴很多人童年的记忆 我们今天的来宾调了这首歌 他对他来说 这首歌呼应着他的童年 而且在这个童年里面 似乎也有点点指引向他 现在成为他现在这样的一个人 以及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他是一位心理资商师林静君 静君早 静君蛮特别的 我后来看到一些资料讲到他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这个心理资商师 然后也出了蛮多本书 那因为他是并不是真的念心理的 就是他是中年转业 在这个之前他是媒体人 所以特别觉得很亲切 OK所以新年是一个记者 你当记得跑过政治跑过财经 后来觉得这个当记者 实在是觉得很无望 就是像狗废佛 成就一大群狗在这个地方 然后突然这只狗决定 要往别的方向跑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呼应我的内心 就也很想落跑的感觉 就觉得到底是所为何来 不过这是另外的事情 但是静君很有勇气 他就人生决定了一个大转弯 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去考 这个心理 就去读了 然后就考上了心理资商 不过中间当然除了这个记者本身 他可能会碰到一些 职场上的一些 心里面的一些 就是一些困境之外 个人的人生遭遇 当然也影响很大了 那我想 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 进军来就聊聊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现在 50岁上下 不管是你要即将面对 可能人生半白的这个关卡 或是你已经超越了50岁 我觉得现在的人生 我们在这个节目 或者这个单元 不断要讲的就是说 因为你的跑道拉长了 所以你可能 代表你有更多的机会 去活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所以你要怎么去准备 你要怎么转 好不好转 什么样这个契机底下 可以让你真的选择到 说你真的是一个属于你的 这个真的适合你的 下半辈子的另外一个 人生风景 我觉得都蛮重要的 所以进军可能可以做 可以做一个参考 所以我们就来聊聊 你是怎么样子可以放下的 你以前就很喜欢心理学吗 应该先这样问 我以前念的是大众 大学念的是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里面 其实是有跟心理学 有一些的相关 我们有大众心理学 这个这门课 对不对 所以有修一些心理的相关 但不是这么深入的 就是朝向说 这个领域在做转严 但是有一些些微的接触 那时候其实觉得 还蛮有趣的 但因为年轻嘛 年轻其实对就是 花花世界的那一个 吸引力更强 对 因为像这样讲 要先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说 挑童年 刚刚在我们在问 静君说 为什么挑童年的时候 他的说法就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就还蛮有适合当心理智商师的那种feel的 你说你为什么 是因为你在淳朴的乡下长大 对 我在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小的村子 连公车都不会经过的 这样的那个小村落 哪里啊 就新港 菜公村 瑶宰族 等一下 新港是那个嘉义的新港 对 嘉义的嘉义县新港乡 菜公村 跟瑶宰族 好吧 想到新港我还听过 知道有新港 你讲到菜公村我就没听过了 还不是菜公村 菜公村在在更远一点点地方一个小村落叫做瑶宰族 他在行政上并称跟菜公村是同一个村落 所以公车到不了 对没有公车经过的地方 所以你们家是务农吗 我们家算务农但我没有下过天 都是爸爸妈妈下天 没有我爸爸是一个那个他比较特别 他是在他那个年代他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是开始跑船 所以他其实是跑船 我认识好多朋友都是在高雄跑船 你们家在嘉义也跑船 他可能跟我一样其实对那个外界有一个憧憬跟向往 对所以他是他的跑船应该是从基隆开始 他在跑那个游轮 OKOKOK 所以你选这首歌播放是因为你觉得很呼应你的心情 对啊就是每次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回到我那个小的时候 然后在那个小小的村落 然后好像等着要跟外界有一些的联系 有一些的连结 很渴望就是说看看世界是长什么样子的那个心情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 因为村落其实很小 然后民风其实还蛮淳朴的嘛 然后村里面的那个长辈 我觉得其实我后来我都跟我的家人讲说 以我们的背景 因为我们中间曾经有一段时间 其实算是经济比较困顿的时候 然后爸爸又在海外就是跑船 所以兄弟姐妹又多 我就说我们都没有人长歪了 这个其实是全出养侠的力量 真的吗 我觉得 因为你妈妈这样一定很辛苦啊 是是是很辛苦 其实很辛苦 对 这样子 所以你看我就是像童年我听半天 我只觉得他听起来 因为我小时候去阿公家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但我没有像刚才进军讲到说 有那种渴望跟外界连结 是 这种这么深 从这种各类读出这个意思来 所以你内心的一些敏锐度 其实或者一些对外界事物的感触 其实还蛮敏感 蛮敏锐的 我是对人好奇 就是为什么人会是长这个样子 为什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好像就是看到一个人 然后你会去想象就是他这样一路以来 他的那个 经历过什么 对那个是什么 对 我好像我后来自己回溯去看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说 其实我好像对这个一直是很好奇的 我觉得其实当记者的人有一部分 像我也是 像我自己也 其实我自己有想过说 是不是应该去念心理学 就我对心理学也很有兴趣 就是说当记者有几种型的人 有一种他确实是跟人跟人的接触 然后跟对于人的心理的发展 是很好奇的 但是你后来没 就是你一开始没有走这条路 所以你后来去当记者 什么样的因缘忌讳后来让你决定 就不当记者了放下 好 这个比较是一个被失业的过程 我后来真正离开媒体的时候是 我在一个算是娱乐综合的那个杂志 我当总编辑 但是后来就是资方他其实撤资了嘛 撤资了我就临时就我就突然就是失业了 真的吗 所以是一个被失业的过程 所以是一个杂志哦 对然后后来离开杂志之后 我刚好因为那时候想说 一直很想说我要想要休息一段时间 可是在这更之前其实是有一个气 其实有一个契机我在到杂志之前 其实我在那个苹果日报的 他有一个板子都专门在访问创业的人士 叫做一盘小生意 那时候因为有大量的机会可以很深入的 就是跟做小生意的这些头家一起去互动 然后因为在那更早之前跑的是财经新闻 跟的是大老板嘛 跟着大老板互动 然后你就发现就是说从那里面去看 就是人在面对就是说一个一些挑战的时候 好像有一些他们一些的共同的特质 可是除了这些共同特质之外 因为资源条件背景的不同 所以那个好像展现出来的那个创业的风貌 会有风格会差异会很大 那所以那时候因为有机会大量跟这些小老板 然后这些创业的头家 跟这些头家就是很深入就是跟他们一起生活 那时候的媒体的那个条件 其实给的还不错 就是可以跟你很充裕 比如说你可以三天去做一个题目 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生活 那么好 现在大概几乎没有 现在那么多 那么你跑一个新闻又要发影音 又要发文字 又要发即时什么的 所以从发掘题目 比如说你看这个当时他很鼓励 就是说这个是有全新的一个全新的素材 所以从你发现就是说一个故事到把它完成 那个中间里面其实是跟创业者有很深的那个连结 然后所以以前那段经验里面 其实常常会是一些头家其实跟你聊的是聊到哭 聊到哭 就是那个一路创业以来的那个心酸 好像终于有一个人听 愿意听 有一个人真的好奇 想要知道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你发生了什么 就是所以那里面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常常其实是尤其是女性的那个创业里面 其实男性也是 可是女性比较更是偏多 常常其实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就是我们完成的那些的那个访问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很深的那个感触 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是他看起 不是只有他看起来的那个样子 对 真的真的 你这个就很像在做心理智商啦 对不对 你回头像 像不像是心理智商也像啊 对不对 第一个动作就建立关系 对不对 对对对 建立关系 那照你这样讲的话 那这一些过程当中 你听到他们的一些 除了他们的心路历程之外 就是他们选择创业这件事情 跟你后来选择要去转业这件事情 会不会有一些 比如你在听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你会这样想 如果有一天我也决定要去创业 或有一天我离开这个工作 我要去选择另外一个工作的时候 他会给你更多的勇气或是指引吗 会有一些的向往 会觉得说如果说有一个 有一件事情你是真的想做 然后你可以把它 就是很专心的投注在那件事情的时候 会觉得说 这应该是一件很棒的很棒的事情 会有这种 会有 因为也看的案例比较多的时候 会觉得说好像自以为 好像有一些know how 其实你是比较知道 可以怎么去切进去执行 那个时候会有这样的误解 所以你说 你以为可以对你的转业有帮助 但是事上后来并没有 如果回头看的话 回头看其实是有帮助 但是在那个当时其实并不知道 是这样子吗 OKOK好 那所以我们休学了再回来 那所以到底呢 在转业的过程当中 是什么样的思考 那过去这个采访的经验 对于进军来说 到底有没有帮助 那决定发展一切 事实上跟他家里面的一些变故有关 那这一部分又是带来 什么样的一些动力 或者是什么样一个决心 我们休学马上回来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学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心理諮商师林进军来聊天 聊的是呢 我们青春作伴这个单元都希望说 跟大家谈一谈 不只是要这个年过50以上 而是说你可能在三四十岁的时候 你面对这个不一样的 这个人生的状况 在这个时代里面 其实很多事情必须要去提前准备 不管是财务上的准备 心情上的准备 跟你自己能能力上的一些准备 如果说人终究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你可能会做不止一份工作的话 你们想好就是自己可能可以再做什么 想做什么 当然在我们这一代里面 很多比较是突如其来的 未必是你自己先想好 那有些的话呢 现在可能是50家 你现在也还来得及去想一些事情 那对于进军来说的话 你比较是你刚刚讲到 有点像是被选择 一个是你的 突然间关门 再来一个就是家里面 我看到这个报导事上讲的是你的妹妹跟你的爸爸接连过世 在你40岁以前 所以这有点像是人生功课提早要做的感觉 对那个冲击其实现在回头想 也其实都还会一身冷汗 因为先从时间这样子来看 密集就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里面面临了失业 然后先是失业 我刚刚说因为 杂志那时候他是他没有关闭 他还是还是有留着 但是其实我是那个 对我人是走的 所以我失业了嘛 失业本来觉得没有关系 其实是可以就是重新再整理一下 反正自己其实也一直很想要去做创业的这件事情 所以刚好这样子有一个契机 然后那时候一直有一个心情说 那个你跟老天爷许愿他都会回应你 果然但是下单要下的清楚 因为你只是想创 你说你想创业 但是不知道是这样的一个开始 所以那时候是这样子 在用这样的来安慰自己 所以那时候其实有想过要创业 那时候你想创什么业 好这我就等一下想要提醒听众的就是说 我们在创业的时候 创业其实真的是要想的非常的清楚 然后我后来我后来真的是创业了 但是我后来其实没有成功 算是那为什么我后来自己去检讨 就是说为什么我会做不起来 你做了什么 我那时候是做保养品 自由品牌的保养品 跟我一个朋友两个人合伙 好这就是我刚刚要讲 因为那时候刚好就是面膜 事业刚兴起的时候 然后看起来其实好像那时候你从整个趋势这样看 就觉得说这个是可以投入的 我有一个同业他也是跑去做面膜 但是他的本业没有放 他找他弟弟一起跟他做 他听说卖的还不错 OK好大家都有创业魂 后来真的去真的创业之后 我才去理解到就是说 人真的要创业的话要有两个动力 你可以只有其中一个也没有关系 但至少一定要有一个就是你要够爱钱 对财务的这件事情那个动力是很渴望的 然后不然你就是要够爱你的产品 或够爱你从事的内容 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就熬过那个很辛苦的过程 我一直有个信念就是你如果蹲的够久 其实那个成果其实是容易被看得出来 可是你如果不爱的话 不够爱你的那个产品的话 其实你没办法蹲那么久熬过那个历程 所以你不爱钱也不爱你的产品吗 还是你不爱附面膜 因为那时候除了面膜之后还做其他的那个保养品 可是听众从那个空中没有办法看到 我的本人大概蓝轩就可以看得到 我现在其实也没有上妆 对经约也蛮朴素的 然后一个这么朴素人要做美容产业 这个是一个犯了很大的一个机会 你看到这个商机是没错 但其实你自己不见得那么的跟他那么的熟 就是那个热情其实是不足的 你只是把它当成看成是一个产品 可是当你是看成一个产品的时候 你可以燃烧的那个力道 我觉得其实是不够的 可是如果说是够爱钱 够想要把事业的规模可以做起来 我觉得那其实也OK 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说 其实我对人的兴趣比对钱的兴趣好像还要来得更高 对所以后来就等于在这里就做的不上不下 OK 所以他也就是在你失业后 然后创业失败 然后接下来是家庭 就是在同样的一段时间之内发生 就很密集的那段时间 其实就发生了这些的事情 最主要其实是在我失业之后 就跟女儿就是到纽西兰去long stay了半年 我就去带她去那边念书 但有一点点提前回来 因为按照我们本来的计划 我们是还要再到澳洲去 但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就是我妹妹 她突然就是中风的事情 她几岁有什么那么年轻会中风 那个叫动静脉积型 所以那个是一种很难检查出来的 那个先天性的血管壁比较薄 某一些部位可能比较薄 但一般我们平常每次也不会去说 要去做这样的那个检查 那个年纪一定还不会 对而且他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对我们家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很震撼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里也很特别就是 我自己在那个她生病的过程里面 我去经历到就是真的有所谓的那个 手足连心的这件事情 她当时很突然发生这件事情 在台大医院急救的时候 其实我人是在南半球 我人是在纽西兰 可是我半夜的那个时间里面 我一直不停的不停的就是 一直觉得就是有事情发生 有事情发生 有事情发生 非常强烈的感觉 非常强烈的感觉 所以我一直在打电话跟我的先生说 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我不敢打电话给我的父母 所以你是自己带着女儿到纽西兰 你先生在台湾 对她要做金言的动作 所以你是问你先生 问她说家里面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安的感觉太强烈了 我总共打了七通电话给她 到了第七通电话她受不了了 她说好我告诉你事情 她本来她不打算告诉你 她说妹妹在台大医院现在在开刀 已经开了六个多小时了 然后情况非常的不乐观 那可能也许如果可以抢救回来的话 以后可能也可能就是植物人啊 或者是有可能也会全残 对她是这样告知我 因为那个触动 其实感觉其实是真的是非常的强烈 对 那先是她这样子 那当然家里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又是我看起来就是最年轻活泼的那个小妹 而且她她是一个英文老师嘛 又还蛮有很好的做习习惯 突然发生这样的那个事情 所以那个过一段时间时候 爸爸也开始就是暴瘦 然后因为女儿发生这件事情 结果后来发现说她那个就是得了癌症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概40天 然后爸爸也走了 这么短的时间 但是你爸爸后来我看那个报导 讲到说其实你爸爸很早就知道自己这个状况 他大概差不多他到台大检查前大概是三个多月的时间 他应该是自己知道这件事情 但这个就会回到我们来讲心理学上面的就是 我们对于一个重大冲击 第一件事情有时候常常是叫做否认 否认有这件事情 所以她我是后来在整理她遗物的时候 然后才发现就是说 哦原来她之前她是在乡下的那个医院 她其实有先检查出来了 但是她有自己在她的那个笔记里面写说 可能就是医院 真的喔 所以 所以她也没有接受治疗就是了 所以她后来她上来台北 然后开始就是在台北这边做 从检查这边开始嘛 所以那时候她没有让你们知道说 她北上来做检查 她是想要做再一步的确认 因为第二次的这个意思 是 后来还知道就是说 因为其实很多的罹患重病的病患跟家属 常常有这种相互隐瞒的这样的状况 嗯 然后她经过就是经历了这一段的那个 算是她自己消化了一段时间 然后北上开始就是做检查 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从她北上的时候陪着一起做检查的时候 去知道这些的讯息 所以等于是你爸爸他知道自己离来的时间 比起你妹妹中风来的早 没有没有 因为中风的复原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那是在她在复原的那个期间之后才发现 对对你来说她去接连的打击就是了 对那段时间其实现在想想就觉得 光是想到那个画面就是老的 老的就是说爸爸因为 比较后来其实身体就会比较瘦 然后因为也知道就是说生病的状况 那妹妹那时候复原其实还不错 然后她跟着就是到医院 就是跟爸爸两个人这样子在台大的那个长廊 因为中风所以走路其实是会有一些比较偏瘫的这种状况 那就看着那样的两个人的背影 其实是很心酸真的会很心酸 那整个就是接连这样的事情都发生 所以当生命碰到这样的一个重重的打击的时候 有时候会把人撞离这个轨道 那OK进军的轨道接下来怎么走 我们学学再回来 好回到蓝宣时金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的心理智商师林进军二来聊天 谈谈她的人生 对在四十几岁的时候碰到 四十岁不到 碰到这样子的 所以在那个当下 当下就是怎么样子 对你来说跟心理智商是怎么样发生关联的 那时候在因为陪父亲就是他挨磨的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是你知道这个生命其实即将结束 然后但是你不知道 你无能为力不知道可以怎么做些什么事 那也有可能以前新闻工作的训练 我就开始在找资料看 找资源看就是说 好那人在临终的时候会是什么 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透过大量的阅读 然后我才去看到就是说 还有很多心理学上面的书 然后在谈就是 当我们比如说他把生命比月之后一个落叶慢慢的那个飘下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会经历哪一些的过程 然后也会谈到就是家属要怎么去应应 甚至于细到就是说 你会看到那个呼吸 可能会有哪一些变化 表示说已经就是倒数的时间到了 那在这些的过程里面 我在阅读的过程 我觉得这些心理学者其实有让我觉得说 好像是我一个朋友 然后在跟着我说话的那种感觉 一步一步带着你 对 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开始重启 就是说对心理学这个部分的兴趣 但那时候还不知道说原来我们不是大学 不是学的不是心理相关的科系 也可以去做相关的进修 那时候其实不知道 我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之下 就是我刚好跟一个朋友吃饭 同桌还有另外一个学者 然后他是本身在 后来讲说有兴趣就去考啊 我有提到这件事情 有兴趣就去考 我就说我大学念的又不是这个 我怎么考 他就说可以啊 你去看相关规定 后来我才去知道 原来考研究所 其实你只要可以考得过 你其实没有本来你的学历限制 所以你是会先训练研究所 然后再去考心理智商 对因为以台湾来讲 这个他的训练其实还蛮严格的 你一定要是相关的研究所 毕业 然后完成兼职实习 完成全职实习 然后再经过国家考试取得征兆 这样子你才可以做心理智商的这样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心里面就已经很 心里面就抓的很定了 就是你接下来 你想以这个为你的 不管是工作啦 纸质啦 或是你的下半身想要专心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 然后第一个是自己 我刚刚讲的就是要嘛要爱钱 要嘛要爱这件事情 可是这个就符合第二项 就是我对人的兴趣 我觉得有符合 还有另外一块是 我觉得我是一个 不会让自己没有事情做的人 所以我想找一件事情 就有点比较像置业 我想要找我可以就是做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在做转业的过程里面 真的有去想说 有什么事情其实是可以 就是让我真的做到老 所谓的老 有可能是真的是生命终点前刻的 那样的时间 真是一辈子就是了 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 然后后来我自己在这个摸索的过程里面 就是说 既然一直都对人就是这么的好奇 那这件事情好像是可以做 长长久久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不过重新回去当学生 其实还是有一些心理关卡上面的挑战 因为对自己来讲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离开课堂应该二十几年了吧 那种感觉 是是是 然后但是你的年龄 可能是你同学的两倍 对啊对啊 这个同学可能比女儿还小 就差不多 年轻一点的有可能 会有这样的那个这样的状况 所以有哪些是属于那种中年如果要转业的话 或重新再开始的话 你自己经历过之后 你觉得要特别注意的 除了你刚讲到说 要么爱钱要么爱这个工作 尤其我想第二人生可能 爱这份工作的 今天事情的本身 会比爱钱来的 喜欢钱来的更重要 对不对 那除了这外 还有哪些特别要准备 或是要注意的 在转业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周边资源的盘点 其实非常的重要 像我那时候其实还蛮感谢 就是我先生的支持 因为你后来才知道 就是说哇 在要念智商这件事情 你如果真的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职业 你前置期大概要花个 最少要个五年的时间 就是全新的投注 在这整个相关的学习 五年包括研究所跟考试吗 还是没有 考上之后还要再五年 考到证照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开始正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是这样还是一个 这还算是一个菜鸟的时间 可能前面还是要再花个两三年的那个时间 要在就是这个领域里面的工作 开始就是建立 比如说你建立你的接案的风格 或者是你决定说你要再更次专科 你要朝哪个方向去发展 这都还会有一点点的摸索的期间 这就有点市场的概念要进去 你要怎么自我在这个市场里面定位的意思 是 中年转业的时候我觉得 那个热爱还是很重要 我刚刚讲了就是你热爱 你就比较能够去说服你周边人来支持 你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资源 你才有办法走的比较长远 比较长远一点 那我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就是 转业的这个过程里面 常常会有一个不敢跨出的那一步里面 其实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怕如果我这样子 我财力不够了我没办法生活下去怎么办 一个部分是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 我如果放弃我现有的资源 我投入了一个新的领域里面 万里我没有成绩怎么办 就失败了怎么办 会有这样的那个内在里面的那个挣扎 那前面的第一个问题 其实是比较实际一点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如果说你还是必须就是 为了糊口的这件事情 那不要轻忽这件事情 因为他会把我们伟大的理想 其实有时候会稍微去阻挡住 所以前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至少是有一小部分就是让自己的那个财务上面 觉得是可是可以安心的 不用多但是要有一点就是让自己觉得是有一些的安心的 你觉得让自己安心的一笔钱 或者让自己安心的另外一半 是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女性创业就要有安心的老公 如果是男性创业就要有个让你安心的老婆 这是资源盘点很重要的一部分 可以这样说应该说对方的支持 或者是说你可以支持的对方 像我也会 是物质跟精神上的同时支持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我在临床工作上面 也会常常遇到就是说有一些先生面临到了中年的时候 然后他想要创业 但是太太非常的反对 但也有可能相反过来 太太想要改变工作 但是先生非常的那个反对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本来可以就是 朝一个新的目标去发展的部分里面 可是因为那个不安全感 就会变成是两个人的冲突 这个就会变得有点可惜 OK 好我们续续再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心理智商师林靖君来聊天 这个靖君他先前是当记者 然后在记者的部分就已经从政治转财经 从财经转杂志 之意外的碰到一个失业的状况 再碰上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变故 所以让他人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弯 那这个大的转弯除了放空自己之外 然后也寻求了另外一个真正心理头 我觉得听起来是放在心里面很久的一个你的兴趣 就对人对人的心理这件事情 所以呢他就去读了这个心理学的研究所 然后考上了心理智商师 好所以呢现在的这个靖君 他的专长机我觉得很好玩 我看到他上面写说 是台湾少数对于高射精族群的心灵 有独特心得的心理智商师 所以呢高射精族群的人 跟一般人的心灵有不一样 比方说他面对中年转业这件事情 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同的考量 我觉得这个族群其实有一些 不为人知上面的辛苦的地方 因为别人看你 你有钱有闲 那你要什么有什么 可是当这些什么你都有的时候 可是还有另外一块就是你要面对 面临你自己生命里面的课题跟议题 因为这些外在的资源跟条件 其实他没有办法就是真的直接解决掉 你生命里头所面临到的也许是孤独啊 或者是我这一生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探问 然后也会有一样嘛 你赚再多钱 你有几百亿 可是同样的会面临到你身边可能有人会有变故 那你可能自己也会有健康上面的那问题 所以当你拥有这么多资源 可是有这么多的问题 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那个面对生命里面那个虚无 那个空虚 其实我有时候看这些大老板们 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也会有一种就是会觉得说 所以生命的课题其实对谁都一样 可是对他们来说 因为会有一个好难讲出来的一个部分是 因为别人看你都是一个成功者 那所以你没办法去示弱 没有办法把这个很柔软的这个部分 有那个信心说我是可以说出来的 我觉得他们其实面临到蛮 所以还有面子上的问题跟一些地位上 他必须要放下这个姿态的问题是不是 否则你刚刚讲的事情事实上 所有的人都要去面对啊 死老病死啦 这个内心的孤独啦 跟空虚啦 亲人的逝去啦等等的 但是可能因为他位置站的这么高了 所以呢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可能是不是心里面 如果有些人是比较自信 或者说他觉得他好像可以掌控一切的话 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生命他无法掌控 所以中间有某种落差 再一个就是他没有办法找人倾土 兰轩刚刚讲的非常对啊 就是那个当我发现就是说 我一向都是可以掌握的人 都可以掌控掌控的人 可是现在我控制不了我的膀胱 那个对生命的那个打击 从这里就会开始了 我开始在一个失控的过程 可是别人看我是一个强人 我要怎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要怎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自处 那里面其实还有块就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接二代接班会这么困难的一个部分 就是对一代来讲 他们都是这么的能力这么强大的 接近神地位般的这样的 可是你要一个神他可他要去承认就是说 我是有这些属于人的那个脆弱的部分 要去交出来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了 即便交的对象是你家你的儿子也一样 是对那所以这时候都回来再看我这一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累积这么多但是那个是为的是什么 这时候就会开始去探问 那如果在这一关其实没有处理好 其实也会很容易就会变成就是说 那我这一生没有意义啊 我其实遇到蛮多的老板 就即便他的事业这么的成功 他会觉得他的人生在最后跟后觉得没意义 没有意义啊 那不是太可惜了我们奋斗了一生 可是结果是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对对对对对 其实自己做的结论 可怕别人看你还不是这个样子 是 所以刚刚他跟进军广告上在讲到说 事实上自己创业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也还在于说 你得要怎么克服自我怀疑跟旁人的眼光 外界的眼光也是这个样子 是 所以你自己在创业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这样子 因为要从很基础的地方开始的时候 你开始变成是一个小业务啊 然后你要开始就是 你的朋友不会觉得 哇你好棒你好厉害 你竟然可以考上心理智商试 哇你有一个新的开始 就是我一定这样觉得 拿到证照的那一天 有这种兴奋 然后接下来你就要开始在面对了 就是啊 你的客人在哪 对安言在哪里 谁会需要我呢 这时候那个怀疑就会开始了哦 对 也会有一段的那个累积的过程啊 所以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了 是是是是是 对你看所以人呢 不管走到什么时间点上啊 总是有那种要被需要 不管是在工作上要被需要 在整个心灵上面 也觉得呢要被需要 OK好今天分享 那谢谢静君到我们的现场 来跟我们分享啊 他的算是人生故事啊 也希望呢可以给大家 非常好的参考 谢谢 谢谢 太喜欢了 我喜欢于尖 我喜欢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